說到減肥減脂 大家想到的第一個應該都是低碳 再狠一點的直接解碳 因為它的操作邏輯簡單粗暴 而且效果立乾淨 誰試過誰知道 但如果事情真的這麼簡單 那世界上早就沒有胖子了 沒錯我敢說靠極低碳減肥一半以上的人 最後都會胖回去 甚至比以前還要更胖 就連靠生酮起家的暢銷作家 Jimmy Moore 也難逃負胖的命運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聊 低碳的減脂邏輯還有原理 為什麼它的減重效果這麼好 代價是什麼 最後胰島素和肥胖之間的關係 可能和你想得很不一樣 本期沒有那些大家愛聽的謊言 只有滿滿的真相 如果你已經受過了忽胖忽瘦的減肥人士 那你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後 Hi 大家好我是Jack 作為一個從小胖到大的過來人 我會在這個頻道分享科學 增肌減脂的方法來幫助你重塑體態 提高代謝 最後和我們一起達到飲食自由 如果這是你會感興趣的內容 那歡迎你關注這個頻道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主題 所以碳水真的會讓人變胖嗎 現在普遍大眾認為碳水會讓人變胖是因為 當你吃了碳水之後血糖就會上升 胰島素就會分泌 接著脂肪就會開始合成 然後我們就變胖了 但其實事情沒有大家想的這麼複雜 絕大部分的人會胖 純粹就是因為吃多了 我們吃的比消耗多你就會慢慢變胖 吃的比消耗少你就會慢慢變瘦 原理真的就這麼簡單 但通常會有三種人不接受這種說法 第一 認為自己創造了熱量缺口卻沒有瘦的人 第二 認為一定有更輕鬆的方法 還在努力找捷徑想要打破物理法則的人 第三 不希望你有主導權的鼻絲逆絲人 商人 Business Man 這就是我等下再來一一回覆 在2010年的時候 美國有位營養學教授 Mark Hub 為了證明只要控制熱量就能減重 而向學生親身示範了垃圾食物減重法的 Twinkie Diet 在控制熱量的情況下 他連續吃了10周的 Twinkies Brownies Cheetos 還有一堆垃圾食物 最後他不僅成功的減到了12公斤 連膽固醇 胰島素敏感度 全部都改善了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猜猜看為什麼 還有這位30天只吃大賣客 成功減到3公斤的健身教練 連續6個月只吃麥當勞最後減到17公斤的理科老師 和其他多到數不清的類似實驗都證明了 數學考試不及格 是學生的問題 不是考卷的問題 我是說 垃圾食物不一定會讓你變胖 健康的食物也不一定會讓你變瘦 胖瘦最終看起來還是一個總熱量的進出 那至於健不健康 就是另外一個話題 那低碳除了靠少吃碳水本身來直接的創造熱量缺口以外 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用間接的方式來創造 我這邊隨便舉兩個例子 第一 大家通常不會吃飯不吃菜 所以在減少主食的同時 其實也間接少吃了很多高油的下飯菜 你以為敵人是手上的那碗飯 其實是眼前的那盤菜 你以為敵人是螺絲裡的粉 其實是上面那個炸彈 Fun Fact 你知道雞蛋吸油的能力跟黑洞一樣強嗎 有網友做過實驗 炸一顆蛋最多可以吸掉鍋裡47克左右的油 一顆有九大卡 這顆蛋當送你不算熱量 光油本身就已經400多卡本卡了 第二 很多加工食品外表看起來只是高碳 但實際上也很高質 像是手工餅乾 披薩蛋捲粽子 還有肉鬆麵包這些食物 真的這些食物裡脂肪的卡路里 甚至有些比碳水的卡路里還要更高 這一期就是我們說的糖油混合物 所以當我們介紹這些高碳食物的時候 其實同時也間接少吃了很多脂肪 這樣我們不僅限制了碳水的熱量 又間接的減少了脂肪的熱量 兩個雙管齊下想不受都很難 這才是低碳飲食的減脂底層邏輯 雖然說所有的飲食法都是通過創造熱量缺口 來達到減脂的效果 但為什麼有種感覺好像低碳真的效果就是比較好 只要幾天不吃米飯麵條水果麵包這些東西 馬上體重就掉了 這其實跟碳水的特性有關 從名字裡面我們可能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當我們吃碳水像是米麵水果這些東西的時候 身體用剩的能量最後會以肝糖的形式 存在我們的肌肉和肝臟裡面 而這些肝糖就像一塊海綿 身體沒儲存1克的肝糖 會同時吸附約3克的水 也就是大家在說的1碳3水 所以當我們開始減少碳水 身體裡的肝糖儲備變少 身體抓不住原本吸附在上面的水分 開始排水的時候 體重當然也就自然的變輕 而水分導致的體重變化可以說是立竿建議的 打個比方想要減量1公斤的脂肪 我們可能會需要辛苦半個月 而靠減碳只需要一週就能排掉約2-3公斤的水分 這種時間短、低付出、高回報的事情 哪個間是小白聽了不愛 但你可能會覺得低碳生酮又能減脂 又能排水有什麼不好的 所有極端飲食法的問題都在於它的可持續性 你能想像後半輩子過的 蘿蔔飯不要飯 Norulman不要麵 Pizza不要披 種子只要重夜的日子嗎 如果不能 那它可能就會是個大問題 因為除非你能靈探到世界盡頭 不然只要你哪天開始恢復正常飲食 開始吃人吃的食物 你就一定會負胖 而且很有可能因為壓力太大 報復性進食一路試會比以前還要更胖的狀態 更大的問題是 你會完全不知道如何用減碳以外的方式順利減脂 所以多數人最後就進入了 負胖靠介餐收下來 恢復正常飲食 負胖這樣的無限循環 而且一次只會比一次更難減 直到你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年紀到了 代謝不如從前 或試圖開始說服自己做個快樂的胖子 假如你的目標是達到極低體脂的狀態 那在最後的幾週減碳可能會是一個必要的手段 但也絕對不是一上來就一路低碳到底 作為一個從小朋友大嘗試過無數減肥法的過來人 我可以向你保證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個健康體重和體態 那根本就完全沒有必要解碳 把熱量控制好加上多運動就夠了 而我跟你保證只要體脂減得夠乾淨 維持其操作得當 日吃300克的碳水 一樣可以維持腹肌和馬甲鮮 如果你是真的打從心底熱在其中 享受低碳那 隨便你開心就好 但假如你發現你和食物的關係越來越不健康 吃什麼都怕胖 對體重患得患失 低碳的時候其卻還特別暴躁低落 長期在負胖和減肥之間打轉 那也許減碳的飲食法並不適合你 如果你想吃碳水 但卻不敢吃碳水的原因是因為那個 誤人子弟的胰島素縮 那我們就來說說為什麼 胰島素不會是導致肥胖的阻音 第一 如果胰島素是肥胖的阻音 那我們前面說的那些靠垃圾食物 減肥的實驗就不可能會成功 更不會有好幾份文獻得出 高碳和低碳減脂效果一樣的結果 甚至在部分實驗中還發現 高碳組比低碳組減掉了更多的體重還有體質 第二 如果胰島素是肥胖的阻音 那三童教主 Jimmy Moore 就不應該負胖 他的負胖只是證實了 無論胰島素水平有多低 只要熱量過剩 能量就會轉化成脂肪儲存起來 而在熱量不夠的情況下 哪怕胰島素的水平再高 脂肪也無法合成 事實上除了Jimmy Moore以外 還有其他幾位支持生酮的醫生和作者 不是像Jimmy一樣已經翻車 就是開始改口支持碳水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之後可以專門做一起 最後我們從健康的角度來看 假如高碳飲食真的如這些同學說的 有那麼不好 那沖繩人傳統飲食中高達85%的碳水比例 就不可能造就他們長壽的現象 更不會有這麼多科學家投入研究他們長壽的秘訣 甚至還進行了大規模的沖繩百歲老人研究項目 說了這麼多 我鼓勵大家不妨換個角度思考 為什麼有些人要費盡心思來說服我們 少吃多動這個我們有絕對控制權的方法 並非減肥的關鍵 反而希望我們遵循在其他的被動因素上 你無法準確的監測和控制身體分泌的多少胰島素 也無法控制甚至看不到身體裡的每個菌種 但你能控制的是今天多走了8000步 都完成了一次訓練 少喝了一杯真奶 又多一次選擇了健康的食物 三大營養素是三大而不是兩大 一定有它的自然道理 均衡飲食永遠是王道 不是哪種營養素不好 而是凡事過量都不好 哪怕是健康的食物 減肥減脂的關鍵 並非完全拒絕特定食物或營養素 而是學會認識食物 分辨食物 並與食物建立長期健康的關係 最後就定義上來說 沒瘦就等於沒有創造出熱量缺口 如果你認為自己創造的熱量缺口卻沒瘦 那我推薦你去看這期影片 也許看完你就能找到答案 那下一期我們就來講講 殘輩多數人忽略卻可以輕鬆幫助我們 突破到下一個減脂門檻的 一個生活習慣